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大利 英国 科威特 好像这个俄罗斯 他们这个中萨斯的人啊很少 确诊人数很少 都是在这个个位数左右都不到十个人 而且死亡人数几乎都挂蛋嘛 只有法国还有11个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防疫的经验比较不充足 那这一次他们本来觉得说跟他没关系 但现在已经扩散到他这边来了 而且尤其是意大利 意大利上次SARS只有四个人 现在变多少 变成300多人 来我们看一下 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有没有 你看这个图表上面 意大利从新冠肺炎爆发至今 确诊322 当时SARS只有四个人 你看差距差多元 那这一次新冠肺炎这样子看下来 中国是最多的嘛 目前有7.7万 那这个南韩977 可是你仔细观察上一次SARS 南韩中三个 中国当时SARS是中5327 当然是倍数成长嘛 超过10倍以上的这个快速的扩散 那意大利四个 你看这一次300多个 日本零 伊朗零 可是这次呢 哇大爆发 对 算了好多 那之前的经验没有那么充足 所以才导致于说这次 他疫情扩散的是比较严重一点点 可是你看台湾呢 台湾当时SARS多少 346 现在虽然说新冠肺炎还刚爆发不久 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部分 我们才31个确诊 对 代表我们台湾的防疫措施 做的是相当的不错 做的是很好的 好 那这个地方 尤其是美国 美国昨天最新的这个讯息 凌晨最新讯息 美国的卫生官员 他要表示说疫苗 人体试验 人体试验 以往这个疫苗人体试验 至少都要半年 甚至一年 他说最新的真体试验 即将在六周之内 等于说一个多月内 他就要做一个 开始做实验了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不需要太过恐慌 但是美国股市 昨天跌很深嘛 两天跌1900点 开始害怕了 但是美国的联准会 我们很清楚看到联准会 3月18号 下个月嘛 这个利率还是维持不变 目前预估是72.3% 那维持1.5到1.75 那可是呢 最新的这个预期 本来我们不是说 这个美国降息 最快是9月份嘛 对 结果 他为了因应武汉肺炎 你4月29号 就是再下一个月 他的降息几率 已经快速攀升了 而且这个降息1码的几率 47.8 已经超过 维持率率不变的39.8了 而且降2码的几率 也有12.5 也开始出现了 本来是没有在思考 降2码这事情 可是竟然在4月29号 他就已经出现 降1码几率高过维持不变 甚至还要降2码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这个联准会 他是有可能在寄出宽松政策 来因应这个新的肺炎的影响 好 所以包含像美国总统川普 他也说这个地方下跌 其实股市表现的还可以 下跌之后 他认为这是好的买点 因为他也联合信心喊话 希望大家共同共襄胜举买进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次 他也说美股暴跌之后 这也是一个良极 他讲完那一天就开始拉了 所以美国11月又有总统大选 当然他也不希望这个地方股市跌 那联准会加上联准会又有可能会降息 他也会施压联准会做降息的动作 所以我想美国股市也会很快的指纹 那再来呢我们昨天有提到 巴菲特他说什么 他说你眼光放远 为什么眼光放远 大家这个时候不需要恐慌 因为病毒本身其实没什么好害怕的 害怕的是无知 巴菲特讲的是说 你要聚焦企业获利 你要看远一点 所以当这个公司是好的 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 8155的脖子 这个算美国股市再跌 他在创新高 就像当初我们分享这个原项 原项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 他还创下整个波段的新高 为什么CIS影像感测 缺货加涨价 所以企业获利好的公司 你眼光放远 就算遇到股市下跌 他一样照样创新高 好所以我们看到 昨天倒行光位指数 下跌又跌879点 好这个地方 不管怎么样 不管这个投资朋友 他现在都 就是完全不管企业获利 他反正就是先砍后问 但是巴菲特告诉我们 你要等待挫杀两期 别人挫杀的时候 就是你买进的一个大好机会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你要烦恼的 不是疫情扩散 而是你要 这个机会来的时候 你要烦恼 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 你要去交这个企业获利 今年产业前景向上的 就像我们刚刚 有提过这个博智 或者说这个CIS的部分 所以我想说 这边有应该在这个地方 把握机会 伺机而动 寻找被人家挫杀 被人家低估的股票 那勇敢进场追个买进 是谢谢利奥的分析 接下来请看一分钟看台北 好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 会不会又受到 这个美国股市重挫 而连续出现一个下跌呢 我想这个地方 我们跟美国股市 其实是不太一样 就像昨天 昨天算杀低之后 我们往上追一个走高 那今天呢 难免会受到震荡 因为毕竟美国股市连跌两天嘛 但是这个下跌 我想是一个短暂的利空 它并不会持续太久 尤其是台湾 包含像中国 尤其看到大陆股市 是一路往上走高 大陆股市跟台湾 对于对抗这个SARS 包含像我们这个医疗经验 也都相当的充足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呢 是有机会 往上做一个走高的动作 来我们看下一页 好 那你看到中国 中国的疫情 这个去的人数 已经开始减缓了嘛 而且台湾的疫情的控制 远远比SARS当时 还来得更好 所以我想投资朋友 在上一波下跌 大跌1000点嘛 第一天跌700嘛 最恐慌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就落底嘛 那一次机会没把握住 这一次拉回 再往下做一个彻底的时候 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也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